OK 大家好 我是阿忠 今天在樂田神社這邊 我們可以拍我的影片 就跟著我們到樂田神社走一走 從大型停車的地方下車之後 看到了一個告示牌 樂田神宮 那我們就往前面的指標 開始走 這邊有告示 車輛是不可以進入的 那要走進去的路線上 也看到像台灣一些景區一樣 就會有一些賣吃的 賣一些伴手禮的東西 早上到的時候 有些店家都還沒有開始營業 所以說到這邊所看到的 那樂隊就是這個旗行 那我們就沿著橫群的方向一起走 所以我等一下就會進到樂田神宮 趕 趕 趕,趕 趕 趕,趕,趕 structure 趕 趕,趕,趕 來,沒事吧 阿姨 走完攤販的那個區塊之後呢 看到有個牌樓 這個牌樓啊 就好比在台灣的廟宇 要進去之前 我們是用水泥做的牌樓 它就是用木造的 那在左手邊這邊會看到 就是我們基本上要進去之前 要先進一下水 先用勺子把它弄起來之後呢 稍微的把手進一下 這個一號門主角跟嘴角門主角 以前是在洗手的樣子 進完手之後走出來 就會看到正對面這邊有一個 古札納索的地方 何謂古札納索 古札就是指他們到神社啊 神宮裡面祈求的御守 還有開運劍 那神雜等等的東西 放到家裡呢 救了之後 那最後呢 是要到這個地方 讓它收走 不能隨便丟到垃圾桶 因為這種東西呢 對於他們來講 是神聖的 是神給的 所以說一般呢 如果救了之後 回收的地方就是要放到 神社或神宮裡面的 古札納索 先前說到的御守 御守呢 就是類似我們台灣的 游會爹啊 香火包 那開運劍呢 那就是他們放在家裡 讓人開運 那目前鏡頭所看到的 這部分就是介紹 樂田神宮它900年的歷史 那我們現在稍微的 籌碼看的話 讓我們經過 後面的部分呢 在影片的後頭呢 會有這一部分的 一個詳細的一個录像 昨天在拍攝 這個 bond 大川 翻譯 片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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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